明星夢 KR 的 Herr Ana的獎人 我們來看我們第三章 我們現在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樣品是放在 我們樣品是放在那個一個 pH Accept 兩個POP Бог之中間 那我們要解釋我們的影像 或解釋我們的落色圖形 基本上落色圖形就是在談聚焦平面的訊息 影像就是影像平面的訊息 那基本上我們要知道它怎麼作用 它怎麼跟電子作用 我們的樣品怎麼跟電子作用 那很重要 要知道我們整個樣品 我們樣品其實是原子組成的 這個是大家知道 原子組成 原子是最好的字母去瞭解什麼 瞭解我們的property跟function 我們對於我們材料科學家來講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最重要其實不是分析這些結構 分析這個結構 瞭解這個我們材料的結構背後 最重要的目的是 我們想瞭解我材料的功能 跟我的物理性質跟化學性質 最後我要能夠掌控 這是最後的目的 那我們的材料是原子組成的 所以我要瞭解我的電子如何跟我的材料 我的樣品作用 我一定要先瞭解我的電子怎麼去跟我的原子作用 這很重要 一個原子我們的晶體是有周期的 對於一些飛晶是沒有周期的 我們會先介紹介紹晶體 晶體稍微比飛晶的 飛晶讓人複雜 但是我們晶體結構相對簡單 因為它有周期性 我們先瞭解一下我們的周期 然後有道空間 我們介紹一下道空間 道經格道空間其實 這種觀念在X光繞射其實有 我們會大致介紹一下 大致介紹一下 道空間跟繞射圖形是一樣的 我的繞射圖形看到的其實是道空間 因為道空間就是在我們的 道經格就是在我們的聚焦平面的訊息 那形狀效應 那形狀效應基本上 就跟我們的相干長度有關係 相干長度有關係 相干長度不夠長的 沒辦法大於我的納米顆粒的形狀 我的相干長度小於我納米顆粒的形狀 基本上我的形狀效應 在我的繞射圖形根本出不來 因為它不相干 這個很重要 那這些我後面寫藍色的字 是在我們那個 David William那本書裡頭的章節書 所以有些細節你們可以去看 但是 那個書寫的是不錯 但是就說這整個的組織 還是照我們這個思路來 我想是對一個初學者入門者是最好的 所以我把這些章節的這些東西全部 就是把它給抓過來 然後組成成一章 組成成一章 那我們的東西其實 我重新組織過 重新補充過 應該會比它那裡頭更容易了解 所以你們就照這個思路來 來 下一 好 這是我們第二章講過了 我有電子槍 我有習慣吸吐 我有物鏡 我底下有三個投影鏡 這三個投影鏡最主要是晃大 前面這兩個聚光鏡最主要是要把光束聚焦在我的樣品 我可以把它變成平行光 可以把它變成灰聚光 這個是投影 這三個投影就是我要把我的倒空間投影到螢幕來 或者是把我的影像投影到螢幕來 那我現在就問你們 我的樣品我要是擺一顆原子 那你在這裡看 會看到什麼東西 會看到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先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我在倒空間這個原子的倒空間投影到這裡來 這原子的倒空間會產生什麼訊息 還是時空間 有問題 影像呢 這個平面 影像平面跟這個是共二 所以表示跟這個一樣 所以這個平面一定是跟這個一樣 只不過是什麼 導力放大時像 對不對 投影過來 導力時像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經過三個導力放大時像在這裡 那原子是遠的 原子應該是遠的嘛 對中心對稱 所以它不管怎麼導力時像 你都看到原子 這個問題沒有問題 那在這裡呢 看到什麼東西 在後聚焦平面 在倒空間看到什麼東西 投影到這裡 我問你們 想一想 在我給你們答案之前 我要讓你們先想一想 我來問這一邊好不好 OK 你覺得 在倒空間 你會看到什麼 原子 不會看到繞色點 那看到什麼 繞色點是因為你有周期位能 你會看到繞色點 OK 那周期位能 你看到繞色點其實就是 你們有 有沒有學過那個固態物理 固態物理或靜態物理 那繞色點其實就是 布里路因中 你知道為止嗎 就是布里路因中的點 OK 你可以看到你那個 那個位置在中間 OK 那個跟固態物理一樣 我們的繞色物理跟固態物理 其實是一樣的 你的電子在 在我們的固態物理裡頭 在我們固態物理裡頭 你的周期性晶體 我電子在周期性的位能裡頭去Propagate 跟我電子顯微鏡裡頭 我電子入射到 看到我的晶體Propagate出來繞色 我跟你講 兩個是相同的東西 OK 所以沒有不同 但是我現在不談周期性的位能 我現在談一顆原子的位能 你的倒空間看到什麼 你看到的那個 那個布里路因中 在那個固態物理裡頭 布里路因中 是因為我有周期性晶體 所以你會看到布里路因中 我告訴你 那個就是因為周期位能 那個布里路因中其實是什麼 就是在倒空間 OK 那個就是倒空間 那個其實就是 就是你的 就是我們的什麼 就是我們的繞色點 OK 來 但是我現在一顆原子 沒有周期的 來 好 想不到 好 想不到很好 來 我來問問後面 你覺得看到什麼 好 不曉得 一顆原子 來 你要叫我幫你寫這套信 來 跟你寫這套信 好壞無關 但是 來 應該是會有點吧 有點 什麼點 繞色點 一顆原子 一顆原子 繞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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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周期位能 繞色點 要有周期位能 一顆原子 一顆原子 那個 我們說過 我們說過 一個完美的透鏡 做什麼事情 兩個副列轉換 你看到的是什麼 原子位能的副列轉換 這個原子是靜電未能 它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原子核正電 一部分是電子雲 當我的電子經過它的時候 我電子經過它的時候 它會受到它的靜電未能作用 會彎曲 會bending 所以我的電子是跟它的原子的靜電未能作用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靜電未能的副列轉換 在這個地方 待會我們看一下 來 下來 那電子跟原子的作用 基本上分為兩大的一個是 彈性散射 彈性散射就是 我入射電子不損失能量 就是我靜電未能 那我的電子感受到靜電未能 我只改變方向 我能量都沒有丟掉 這叫彈性散射 知道嗎 我只bending 因為一個正電荷 它原子核是正電荷 然後它就是這樣bending過來 沒有損失 第二個彈性散射 這個是 這非彈性散射 叫in-elastic scattering 這個是我們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彈EDEX 彈EOS會用到 就是我入射電子會打掉我的內層電子 它有X軌E D軌E P軌E OK 就打掉X軌E或打掉P軌E的電子 P軌E的電子空了 那我這個入射電子給我這個原子一些能量 所以我這個入射電子丟掉了能量 這叫非彈性散射 但是我丟掉的是什麼 丟掉的是一個特徵能量 所以我要是有一個detector去接收 損失特徵能量的電子 就叫什麼 我就會成電子能量損失普遺 這裡頭會帶有什麼訊息 帶有我這個整個電子主態的訊息 好了 我這個原子的內層電子被打掉以後 我這個原子處於什麼 不穩定狀態 它處於比較高能量狀態 它最穩定的狀態是什麼 我內層的軌E要填電子 所以我高層電子會跳下來 去填滿它 讓它比較穩定 這個能量它會發射出X光 特徵X光 這裡有帶有什麼 帶有我這個電子主態 我這個整個成分的訊息 這叫非彈性散射 所以非彈性散射 步驟就叫損失能量 我入射電子會損失能量 彈性散射的步驟就是 我的入射電子是不損失能量 只跟我的靜電位能作用 所以這裡頭就總結了這整個的東西 就是我在這裡看到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我這顆原子 其實是包含了 包含了我這個EQ 這是我的靜電力 庫倫力 我入射電子 其實是跟我這整個的庫倫力 跟原子產生的庫倫力 作用 那我這個Q 我這個原子核 我包括原子核 我包括正 正的 我這個delta 就是delta function 就是說 我只有在這個地方有電荷 我除了R等於0的地方 就沒有電荷 知道我意思嗎 除了R等於0的地方 就沒有電荷 我電荷量多少 就是Z OK 我乘一個E 那E是庫倫 1.6乘10 的-19庫倫 那我這個 我這個叫電子雲 所以我有原子核 有電子雲 電子雲是帶負電 這個是帶正電 我的Q是這樣子 所以我真正 我這個產生了一個靜電位能 我這個產生了一個靜電位能 這個靜電位能 使得我這個電子 我這個入射電子 我這個電子其實是一個波 一個波長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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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它在真空 它在真空 那它的波長是Landa 0 那這跟我們的光線 進到水裡頭一樣 我光線進到水裡頭 我為什麼進到水裡頭 它會怎麼 會折射對不對 它會折射 它為什麼會折射 因為它感受到它的 它折射力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微能的差異性來的 OK 從微能的差異性來 那因為光是電磁波 光是電磁波 所以光只跟什麼東西作用 光電磁波它只跟這一項作用 X光跟光會折射是跟電子雲作用 它不跟原子合作用 OK 光跟X光 X光繞射 X光繞射跟電子繞射 最大的不一樣是電子跟這兩個都作用 X光是只跟電子雲作用 OK 它引起外面這個外層電子的震動 它是電磁波 OK 它折射力 你看 Noting that 這裡寫 X光繞射 is electron magnetic wave only interacts with electron cloud but not nucleus 就是它只有跟電磁波中 所以光為什麼會折射偏折 是因為它感受到我這整個的未能不太一樣 所以它折射它改變方向 它不僅改變方向光進到水 光從空氣進到水 它不僅改變方向 它改變什麼 波長對不對 這裡頭一樣的 這裡頭一樣的 當我的電子在真空 我從電子槍射出來 從電子槍射出來 它這樣 它有個波長的 對波力波長 就是波峰波古 波峰波古 波峰波古 等它快到這個電子 到這個電子 這個雲的這個範圍 這個叫靜電力 庫倫引力的範圍 它開始這樣 波峰波古 波峰波古 然後就開始什麼 波長就開始變短 因為它獲得這個能量 波峰波古 波峰波古 然後開始偏轉方向 波峰波古 然後出來波峰波古 波峰波古 它大概是這樣 interact 偏折 所以進來它直線 偏折出去 它這樣 速度比較慢 速度自然加速 然後它出來 就速度比較慢 基本上是這樣 interact 它改變了波長 不僅改變了波長 它改變了方向 它進來 我就說 我這個方向叫K0 然後這個方向 偏折了叫K' 被繞射 所以一個原子也會繞射 知道為什麼 一個原子也會繞射 懂得沒有 好 所以它在裡面的波長 就要讓它 這個在介質裡頭 對電子來講 這個介質夠不夠大 夠大了 OK 這個介質對電子來講 它是光源 它一顆電子 這個介質 這個進入到它的 庫能引力範圍的時候 庫能位能 它這個介質引力夠大了 所以它會被加速轉彎 波長變短 然後出來 波長又恢復到正空了 所以它散射角 C塔 這個C塔通檔很小很小很小 來 你們看到這個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回回到剛剛那個 你們知道 愛因斯坦相對論怎麼驗證了嗎 愛因斯坦相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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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重力波 因為它空間叫 spacetime OK 就是你的空間其實會彎曲 你的時間 時空 時空 那spacetime 它空間會彎曲 那空間彎曲 這個事情怎麼驗證 怎麼驗證 那它就想到說 它一定要有一個 引力最大的太陽系 引力最大就是太陽 OK 太陽 然後它要看星星 同樣一顆星星 同樣一顆星星 然後它被偏折的角度 OK 被偏折的角度 它用一個天輪望遠鏡去記錄它 天輪望遠鏡 所以它那個空間扭曲跟時空的關係 它要證明有空間被扭曲 所以你的光線怎麼樣 會被重力所扭曲 這叫重力透鏡 知道我意思嗎 這叫Gravity Gravity Lens 你這個叫Electrostatic Lens 一顆原子本身就是透鏡 對電子來講 它會聚焦了 知道我意思嗎 跟你那個引力透鏡是一樣的 所以它等了好幾年 它去做實驗 它在德國做實驗 後來在英國 英國天文學家也幫它做實驗 OK 所以它這整個相對理論相對論 原來是狹義相對論 後來改成廣義相對論 然後想證明這個 證明了幾年 你知道嗎 二十幾年 它相對論最後被證明 它是對的 是二十幾年 最後他們做了幾次 剛好也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弄了很久 那時候他跟他太太真的要離婚 他碰到他表姐 跟他表姐 他表姐很會照顧人 他太太同意離婚 他太太同意離婚 愛因斯坦那時候還沒得到諾貝爾獎 什麼獎都沒有 但是他知道他會得諾貝爾獎 他是希望他相對論會得諾貝爾獎 他就Promise他太太 得到諾貝爾獎的獎金全部歸他 當離婚的散賞會 全部歸他 但是他這個實驗 這個一波多折 這個因為世界大戰 那德國 德國都是跟盟軍跟蘇聯 他有的實驗要到蘇聯去做 有的實驗要到澳洲去做 因為他那個角度的關係 要看太陽後面一點點那個星 那個恆星過來 然後他偏轉的那個角度要記錄 也牽涉到你那個實驗 那個偵測器的準確度 因為只偏離一點點角度 比這個角度還要小 比那個偏離一點點角度 你要量測非常的精準 就後來一波多折 他一直拖了 拖到1913還幾年15年 那才驗證成功 但是他沒有因為相對論得到諾貝爾獎 他因為什麼你知道嗎 光電效應 他得諾貝爾獎是因為光電效應 他把光電效應的那筆錢給他太太 給他太太 他太太在德國買了一個房子 他太太不太會管理錢 最後也是蠻窮苦 蠻窮苦了到 那艾斯坦就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跟相對論 他驗證相對論就是 從太陽後面的恆星偏轉過來的detector一樣 他角度也非常小 那相對論一直沒有得諾貝爾獎 但是相對論到今天應該會得諾貝爾獎 因為諾貝爾獎的第一個 criteria 是一定要對人類做出很大的貢獻 所以你去量測恆星的偏則 那時候還沒有想到說對人類會做什麼大的貢獻 那時候沒有 但是他因為光電效應得諾貝爾獎 但是他的相對論 其實現在是一個最重要的理論之一 最重要的理論之一 包括在引力波跟這個 spacetime的這些的觀念 對未來的這個整個時空轉移 這些非常非常重要 OK 我們下來 我只是想到這個 想到了Einstein的那個 那這個我把他這個引力未能拿掉 那就看 我這個波 這個其實竟然是平面波 波峰波鼓 這個是波峰的位置 波峰波鼓 波峰波鼓 到這一邊 他這一邊因為引力的關係 他開始會有一些的相位的delay 相位 我們介紹一個觀念 什麼叫相位 相位就是相位差 你知道相位差就是 我這一邊我的波峰 和我這邊的波峰的位置 有一個時間的差別 OK 我有個time delay 我有個face的delay 那因為我這邊是引力未能的關係 因為我靜電引力的關係 所以我這邊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波峰的一些time delay OK 所以我這裡有個相位差 因為我這裡有個未能 然後他就過來 然後這個我的波長會改變 然後就轉彎 然後就慢慢轉彎過來 那我這個波長會改變 因為這邊是界止 這邊好像是真空進入到水裡頭 然後我的會轉彎 會折射轉彎 而且我的波長會變 那這個是在界止 我的折射力是什麼 折射力定義是 我在界止的波長 跟比上我在真空的波長 對不對 這個是我的折射力的定義 那折射力的定義 那我們知道我們這個波長是什麼 這個波長 這個波長 這個怎麼出來呢 這個的波長 這個的波長怎麼弄 這個波長 電子的波長 這在真空的波長 真空的波長是1.22 除以什麼 根號 加速電壓對不對 我們第一章的 你們你們記得吧 這個波長等於什麼 1.22除以什麼 根號 我的加速電壓對不對 加速電壓是什麼 10 對不對 這邊這個波長呢 界止的波長是1.22除以 除以什麼 原子的位能 加什麼 加你的加速電壓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這裡其實我漏掉了一步 這裡應該是等於什麼 等於1.22除以根號10 這個再除以 1.22除以根號 v加10 知道我意思嗎 ok 1.22消掉了吧 然後這個根號的 再分母的就到上面去 知道我意思沒有 就變成這樣子 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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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吧 好 假設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漏掉一步就是 1.22除以根號10 然後這個分母呢 是1.22除以根號 v加10 然後再倒過來變成這個 好 那一般的電子呢 在這裡啦 浪打0等於是這個 然後這個浪打v是這個 然後你一除就變成這個 那v呢 10呢 一般來講是 100個kb 200個kb 就是100個kb 100kb 10的-5 100kb10的-5 那v呢 一般來講電子的原子的位能 一般來講是10個伏特左右 一般silicon 碳呢是8個電子伏特 silicon大概是123個電子伏特 金原子量很大的 大概是28個電子伏特左右 大概20幾個 這一筆呢大概是10的5次方 大概10的4次方 10的5次方 那折射力很接近1 很接近真空 所以為什麼你電子散射跟原子 互相作用 它的散射角度很小的 非常小的不大 這個大概是10個伏特左右 所以這個是我的入射光 這是我的入射光 這是我的散射光 它們之間的夾角θ 所以我在這邊 這個是我的入射光 這是我的散射光 它們之間的夾角θ 那連接它們的呢 連接它們的向量呢 我叫做h h其實叫倒空間向量 以後我們學到 這其實叫倒空間向量 當我有周期性的未能的時候 周期性未能的時候 當我原子是周期性 你們會看到 以後這個h叫什麼 你現在一個原子 只有一個繞射光呢 穿透光你會有一個繞射光 一個原子只有一個繞射光 要是我有周期性未能呢 你就會看到很多階的繞射光 知道為什麼 ok 有看到很多階 好這個我們會學到 這個 k±-叫k0 其實叫做什麼 倒空間向量 ok 倒空間向量 好 x光 x光 這個對電子來講 這個是1加上10的負4 很接近1 大1為大1 x光呢 是負的 而且這個是 這個是更小 這個是10的負6到10的負7 因為x光值跟什麼作用 x光跟物質的作用 比電子跟物質的作用 還要弱上1000倍左右 ok 還要弱上1000倍左右 因為為什麼 因為x光它是電磁波 它只跟電子雲作用 ok 電子雲作用 那我們的電子還跟原子合作用 所以我這邊大概是10的負4 對x光繞射呢 x光繞射呢 它是1-10的負6到負7 負8 這個比較小 知道為什麼 x光這比較小 而且它是微小於1 所以你沒有任何物質 對x光會匯聚的 它沒有匯聚 知道為什麼 對你正的話 它還會往這邊偏扯 x光你的物質都是什麼 都發散掉了 知道為什麼 它是折射到另外不同方向 所以x光這裡是負的微小於1 然後這個是 這個數字更小一點 這個負不是更小一點 它跟物質的作用 跟原子的作用 比電子還小1000倍 那這個會造成很多基本的 電子繞射跟x光繞射 基本很大不太一樣 因為x光跟物質的作用很弱 所以x光繞射的樣品 可以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很厚 知道我意思嗎 它才有足夠的訊號 第二個就是 因為x光跟物質作用很弱 激進1 所以對任何物質來講 它幾乎都是什麼 幾乎是透明的 對x光幾乎是透明的 知道我意思嗎 x光很容易penetrate 很厚的樣品 所以x光你要得到訊號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厚樣品 那我的電子是 比x光作用更強 所以我電子不能有太厚的樣品 知道我意思嗎 你只能用很薄的樣品 因為它散射太厲害了 它一下子就什麼 你穿透光一下子就沒有掉了 知道我意思嗎 它比x光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很基本的 來 不用 好 在我們今天結束之前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原子 我有位能 我在這邊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的是位能的負列轉換 是我靜電位能的負列轉換 對一個完美透鏡來講 我看到的是位能的負列轉換 所以我如果把這邊拿一個底片 在這邊曝光 你看到的 看到的基本上 一般來講位能是什麼 位能基本上是像一個高斯函數 高斯函數的負列轉換 還是高斯函數 高斯函數再一次負列轉換 這個還是高斯函數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高斯函數 但只不過寬度不一樣 知道我意思沒有 這兩個互為道空間 這個原子的位能要是很強 這個原子的位能要是 是一個很重的原子 我這個potential 基本上是很窄 知道我意思嗎 很窄 很集中 所以我這個負列轉換會變得很寬 知道我意思沒有 你們學過負列轉換 負列轉換 我要是一個很窄的一個函數 我負列轉換是變得很寬 我要是一個delta方形 delta方形 delta方形 delta方形的負列轉換是什麼 delta方形你們記得嗎 工程數學 delta方形的負列轉換 就是1 我要是有一個很重的原子 我的位能通集中在一個非常local的地方 你一散射以後 因為它散射很強 所以它可以散射到很遠的地方 知道我意思沒有 幾乎都是1 知道我意思嗎 你要是一個位能很弱的原子 我基本上我的位能不是很強 但是比較broaden 比較broaden 所以你的負列轉換會變得比較sharp 因為為什麼 你所有的散射通集中在很小的地方 因為你散射能力不夠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這兩個 副尾道空間就是這樣 這要是很窄的這個會很寬 這要是很寬的 就變得很窄 OK 我另外有負列轉換 那這是很有名的 Avi Theory of Microscopy 一個Perfect Lens 我這裡應該還要 嚴格上應該 A Perfect Lens 我跟你講英文 Lens 這個不是負數 我跟你講 這不叫Lens Lens Lens 應該是Lens Lens是一個透鏡 Lens 這個S不是負數的那個 如果說2Lens意思是什麼 2Lens意思是在這裡加Es 這是兩個Lens OK 所以你們在考卷的時候不要寫LEN OK 這個不是Lens 叫Lens 這才叫Lens 好不好 第一個 所以這個是Dars 2Focus Actions 它有兩個聚焦的Actions 它有兩個負列轉換 它其實做了兩個數學運算 這是很有名的Avi Theory Avi Theory of Microscopy 一個Perfect Lens 做了兩次的負列轉換 所以我在聚焦平面上看到的是我的負列轉換 而且是什麼東西負列轉換 我電子跟什麼東西作用就看到什麼東西 對X光來講如果X光呢 如果有X光透鏡 沒有X光透鏡 因為沒有物質可以把X光聚焦 知道我意思嗎 現在是用中Plate聚焦 中Plate有中Plate問題 中Plate是用繞色聚焦 它不是透鏡聚焦 它用繞色聚焦 我現在不談那麼遠 如果是X光 X光只跟那個什麼 只跟那個電子雲作用 只跟電子雲作用 所以它這個會比它做 所以我在這邊看到的是一個負列轉換 是負列轉換 那負列轉換因為我們的位能 基本上是高斯函數 很類似高斯函數 上去然後下來 那高斯函數的負列轉換 還是高斯函數 你們去看工程數學的數 所以這個高斯函數 再一次負列轉換 它還是高斯函數 但是因為原子是對中心對稱的 所以它變成V的負R你看不出來 那我們會給你一個作業 讓它們去驗證 好 下了一個 好 這個呢 那我們下一堂課再談好了 因為這個需要一點點時間 去談整個物理液 對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為止 那我們下一堂課再來繼續這個地方 好不好 今天先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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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